我從小很喜歡掌聲樂的《愛我別走》 然後我開始做音樂之後 因為嘻哈場會用sample就是可能會用一首歌的部分 然後創作一首新歌 然後我一直有一個idea 用《愛我別走》的副歌 來做一首嘻哈的一個 好幾年一直想要做 然後終於 所以我開始創作這張專輯的時候 我就想OK 終於可以試一試 所以我跟John Lee 就是洛杉磯的製作人 我跟他說 我有這個idea 我會幫我編一首嘻哈的歌 然後我去丟愛我別走 他說沒問題 可是後來收到那個編曲之後 發現他根本沒有用那個旋律 也沒有用那個副歌 可是沒關係 我覺得還是蠻特別 他做出來的 所以我就 我就 我就 按照他給我的編曲 寫詞 可是那個詞的主題 還是一樣就是 派我別走 就是跟一個女生說 就是 那個女生好像 在考慮要不要離開我 然後我就 然後就是跟他說 想要說 想要說服他 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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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